而台风好大雨众创花莲的对外交通 外地的物资进不来 本地的蔬果也出不去 再加上台风移动的速度缓慢 影响的时间也跟着拉长 那么连续三天的台风假 不少的民众都抢在好天气 到农会补充防台物资 购买生鲜蔬果 今天的野菜会比较贵吗 贵很多 山陀的台风在台湾西南部打转 花莲县到今天已连放三天台风假 民众趁机到农会超市买生鲜蔬果 补货 但明显感受到的是菜价连续翻倍涨 山陀的台风影响花莲交通 苏花公路和铁路都中断 影响蔬果进货花莲 尽管农会有多进货 但没想到架上还是被一扫而空 让店员连忙赶紧补货 因为花莲在地的量毕竟不多 还是有一些需要靠外地进来 那像今天就还卡着 还进不来 台风天抢购潮 高利菜平常一颗才约几十块钱 现在却都超过上百元 提醒民众台风前尽早被量 以免影响自己的荷包 请不吝点赞 逐渣